这个老头太牛了 他的对手卷毛哥杀了人 但是警方没有线索 迟迟不能破案 他决定自己出手 他来到图书馆 跟一个女人交谈了起来 卷毛哥作案时 这个女人恰好路过 老头谎称自己是名私家侦探 想了解两个月前的那起命案 女人表示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了警察 他不想再回答问题 老头用苦肉计 骗取了女人的同情 两人走进办公室 谈了起来 经过深入的交流 老头获取了女人的信任 他拿出几张照片 是卷毛哥的车 问女人当天是不是见过 女人起初有些拿不准 但是最后还是给了肯定的答复 老头让他打给负责这个案子的警探 告诉警探这辆车的事情 女人犹豫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照做了 下一刻 老头西装笔挺地出现在了警察局 打砸的小帅正在打水 老头叫住小帅 指了指桌子下面的一个信封 又装模作样的一顿数落 小帅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弄掉的 慌张地拿起信封 看了看 急忙送到了老警探的手里 信封李氏老头写的匿名信 卷毛哥在杀人当天跟踪过老头 还在停车场撞坏了栏杆 老头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了警方 老警探看到线索 又结合图书馆女人的电话内容 终于确定了嫌疑人 下一刻 老头从小黑那里得到了卷毛哥的位置 拿出珍藏多年的无线电 卷毛哥开着车 刚到一个路口停下 后面一辆警车跟了上来 他拿出手枪准备战斗 但是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出现 卷毛哥自认打不过 把枪放了回去 老老实实交出了车钥匙 卷毛哥被捕了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他找来了最好的辩护律师 索尔 索尔凭借出色的辩护能力 为卷毛哥争取到了保释 但法官给的保释金额 是七百万现金 正在索尔以为这件事情不可能的时候 卷毛哥开口了 他不差钱 但是钱都在境外 他需要索尔帮他去边境取钱 这趟旅程注定会凶险无比 索尔呆呆地愣在原地 陷入了两难 独销大本营 两个顶着鲁蛋的人 从车里下来 他们从一辆又一辆的豪车旁走过 手里拿着包 脚下踩着皮鞋 没有丝毫地停留 直直地往里走去 一群墨西哥老头正在清点着钱 两人走到最里面 打开了厚重的大铁门 里面全都是钞票 他们开始装包 他们要装足七百万 送到边境县 因为他们的头目在邻国被捕 这是保释金 两人把钞票装上车 出发了 他们没想到 几米开外的门帘后面 有一个光头拿起了电话 边境县 律师索尔靠在自己的老爷车上 喝着透明液体 心里盘算着 这一单完事 换一辆什么样的豪车 一辆车开了过来 索尔整理了一下西服 嘴里反复练习着墨西哥语 车停了下来 下来的人什么都没说 把包地给索尔 转身就走了 索尔拿了钱 独自开着车 哼着小曲 行驶在无人的荒野 这时 一辆越野车跟了上来 索尔示意他超过去 但是后车根本没有超车的意思 对面又开来几辆越野车 封住了他的去路 车上下来一群拿枪的歹徒 索尔心想 完了 他缓慢地走下车 举起双手 歹徒抢过车钥匙 打开了后备箱 点完了钞票 对着手下笔划了一个动静 索尔声嘶力竭地想解释什么 但是对方没有给他机会 枪口对准了索尔 随即一声枪响 索尔并没有倒下 持枪的歹徒倒了下去 又一枪 再倒下去一个 歹徒们漫无目标地扫射着 一枪又一枪 歹徒一个接一个倒下 其中一员 看形势不妙 开着红色越野车逃掉了 现场只留下索尔一个人 躺在地上瑟瑟发抖 不一会儿 一个老头慢慢地走了过来 老头来到索尔的身旁 扶起了索尔 他是来救索尔的 老头拿起包 想找辆车 可是经过枪战 只剩下索尔的老爷车还能开 老头带着索尔上车 离开了 可是开出去没一会儿 车子熄火了 老头检查了一下 没救了 两人把车推下路边 剩下的路他们只能不行 无人荒野 老头背着枪 索尔背着钱 两个人艰难地走着 他们找到一棵大树 刚坐下来 远处驶过一辆车 老头急忙拿出望远镜 是刚才逃走的歹徒 他还没有放弃 一直在寻找索尔 索尔急忙把身上反光的东西收起来 两人继续走了一天一夜 索尔水杯里的透明液体 已经换成了黄色液体 歹徒仍然在寻找他们 索尔受不了这种折磨 决定主动出击 他拿出反光的锡纸 劈在了身上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往前走 果然 歹徒发现了他 急忙掉头 冲向索尔 老头的狙击枪早已准备救续 一枪 没打中 歹徒静在咫尺 马上就要追上索尔 老头深吸一口气 又一枪 车子翻了 索尔心有余悸地拿出黄色液体 倒进了嘴里 坚定了一下眼神 继续前进 老头也跟了上来 接近傍晚 一声清脆的提示音 手机终于有了信号 两人被救援队接到了服务区 夜晚 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 索尔把七百万宝石金拍在了柜台上 卷毛哥被放了出来 但只是宝石 他必须马上回到墨西哥 他找到最信任的手下小黑跟他同行 而他不知道 小黑 其实是炸鸡叔安排的内奸 大哥正在数钱 光当一声 门外的车被刮了 一个面容慈祥的老头走了进来 大佬恶狠地盯着他 他丝毫没有理会 若无其事地走到吧台 点了一份快餐 大佬跟了上来 拍了拍老头的肩膀 很客气地对老头说 老头试口否认 表示自己并没有撞到 这时小滴也出来指认老头 老头再次表示自己不知情 如果撞了 深感抱歉 交了餐费 转身就要离开 大哥猛了片刻 随即追了出来 叫住了老头 指了指自己车上的划痕 事事摆在眼前 老头不再装傻 但是仍然没有赔偿的意思 大哥怒了 一把抢过了老头的车钥匙 让其交出钱包 否则不能走 老头也是个倔脾气 表示什么都不会给 这下大哥彻底怒了 亮出了自己腰间的左腕 看到手枪 老头只好乖乖把钱包拿了出来 大哥拿出里面的钱 美滋滋地数了起来 正在这时 远处响起了警笛声 小滴提醒大哥赶快走 大哥礼貌地留下几句临别赠礼 正要离开时 老头一把抓住了大哥的衣领 大哥掏出手枪 被老头娴熟地打到了车子底下 大哥愤怒地一拳一拳 打在老头的脸上 老头的手 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 眼看 老头就要失去意识 已经血肉模糊的双眼 终于看到了警车的到来 最后时刻 还不忘记给大哥一记灵魂挑衅 大哥笑 深夜 一辆车子停在了废弃工厂 老头颤颤巍巍地从车里走下来 一个身影正在等待着他 竟然是大哥身旁的小滴 小滴象征性地安慰了一下老头 随即交给了老头一袋子马内 原来白天的一场暴剧 竟是他们两个联手搞的阴谋 小滴背着大哥做过一些亏心事 为了自保 想把自己的大哥做掉 于是找到了老头 但是老头为人善良 不想滥杀无辜 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事先自己打了报警电话 正好在警察感到时目睹了大哥的罪行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 正在餐厅享用着美食 一个墨西哥老头坐到了对面 关心了一下老头的脸 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是大哥的二大爷 二大爷表达了歉意 并恳求老头 能不能改一下口供 让大哥少盼几年 并表示 可以给老头一笔钱 和平解决这件事 说吧 留下饭钱 潇洒离去 老头面色复杂地坐着 麻烦还是找上了门 这个小便不简单 大哥躺进了医院 他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来接替大哥的位置 这一天 小便带着小黑来到了一个仓库 有两个人正在等着他们 旁边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五包面子 小便用极度嚣张的口吻 说出自己要六包 他想立威 但是 对面两人不吃这一套 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这时 旁边的小黑掏出了手枪 不知为什么 向来强硬的两人 并没有继续坚持 又拿出了一包 扔到了桌子上 小便把面粉装了包 嚣张地走出了仓库 边走边对着小黑吹嘘 正在这时 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伙人 一个方便袋子 套在了小便的头上 小黑想去阻止 但是被人拿枪顶住了头 小便一人奋力地反抗着 但是来人根本没有要停下手的意思 小黑眼睁睁地看着 却无能为力 来源正是刚才在仓库的两人和他们的老大 炸鸡叔 他看了看小黑 说自己知道小黑做过什么 小黑的老大躺进医院 正是小黑一手操作的 而炸鸡叔竟然知道这一切 不过 小黑那边的人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 留下小黑的命 意图在明显不过 旁边的小便逐渐地变得安静下来 小黑静静地跪在地上 他以为做掉了自己的老大 今后就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没想到 又跳进了更大的深渊 此时此刻 他想起了他的导师老迈对他说的话 心里五味杂陈 老头是个秘密工程的负责人 这一天他做着例行检查 在监控屏幕上看到了几个小点点 询问手下什么情况 手下告诉老头 之前有过一次电压突增 把摄像头搞坏了 老头又检查了一下 有好几处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急忙来到了工程师的房间 房间里没有人 床上放着一封信 是留给老头的 工程师的妻子从德国过来看他 但这里是秘密场所 绝对不允许外出 无奈只能偷偷跑出去 老头怒了 他们在为大毒销炸鸡树 建造一个地下实验室 工程师和工人 都是从国外秘密雇来 来时都蒙上了头 所以根本不知道具体位置 工程师的逃跑 意味着秘密有可能泄露 这样炸鸡树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 他急忙让手下去找人 但是 工程师早已没了踪影 老头在墙外找到了一个红外线发射器 工程师就是用他 骗过了监控室保安的眼睛 他逃走时身无分文 老头判断 第一步肯定是去银行 他找到了一家银行 编了一套谎话 说服柜员调取了监控 工程师果然来过 监控显示 他在这里待了很久 老头从手下那里得知 工程师出逃前 给妻子打过电话 而且多次提到了温泉 老头从公用电话旁 找到了几个温泉酒店的宣传册 他把宣传册上面的电话 逐个打了过去 不远处 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 是札基叔的死对头 塞拉曼卡加新的掌舵人拉罗 札基叔近期一些反常的动作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想通过老头 来查清楚他们的秘密 老头上了车 开走了 随即拉罗也开车跟了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